今天晚上較為特別 我想用這個時段為大家介紹一間日本料理 OmaGase 從而探討一下日本在香港吃的文化 首先我想說清楚的就是 今晚我介紹的內容不是廣告 我沒有收過任何廣告費用 而是我真心的推介 OmaGase這個詞越來越經常讓我們聽得到 但究竟OmaGase到底是甚麼意思 怎樣才算是好的OmaGase 在日文的文字表面上看 就不難是聯想到拜託全權委任的意思 在版錢的世界裏 OmaGase就是客人將自己完全交給信任的師傅 任由師傅帶領他進入一場未知的旅程 而接受委任的料理職人 就會依照當日食材的最佳狀況 以個人的經驗對客人說 請你交給我 在日本的文化當中 OmaGase就是對廚師充滿最高信任感的點材方式 這個簡簡單單的一場委託 事上都會被認為是重視時節和和食的最高表現 我覺得我今晚要介紹的這間日本料理 非常值得大家支持 主要有幾個原因 首先以OmaGase來說 食材的質素是最重要的 這間料理的食材是相當相當之神仙 全部都是由日本空運到港 只要你試過 你就一定會吃得出他們的那種鮮味 並不是你可以在其他普通的一間料理裡面 可以品嘗得到的 一邊吃一邊跟師傅交談 知道他怎樣選擇材料 那些材料在哪裡買進來 真是令我眼界大開 重點就是雖然有這麼高質素的食材 這裏的OmaGase 我可以說是便宜到你不能夠相信 性價比是極高的 當晚我們一班朋友浩浩浩浩地去試菜 大家都不知道餐牌的定價是多少 前前後後連甜品總共有八道菜 配了六杯酒 最後師傅還奉上一杯香滑的抹茶 享受完這三個小時的美酒佳餓之後 大家就開始玩一個遊戲 填紙仔 一起競猜一下這一餐究竟是多少錢 幾乎沒有一個人猜得中 我們心目中的價格作為晚餐來計算 最少都應該要2500到2800元左右 再配上一杯酒至少都要3500元 但當老闆揭中價錢給我們知道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沒甚麼可能 這一餐只是每位1580元 如果喜歡配酒的話都是加多500元而已 簡直就是午餐的價格 晚餐的享受 假如你都不想錯過的話 就真的要快點去試試一下 我問老闆你是不是傻的呢 他說這次可以說是蝕住來做的 原來也是有一段故事的 這段故事就和廚師有關 亦能夠解釋到為何師傅 在準備和烹調食物材料的時候 會有這麼深切的那份投入感 這亦是一定要去這間餐廳試一試的第二個原因 主廚西村柚蒙今年28歲 樣貌長得相當盡照 省眼看上去你以為姜濤在做事 他簡直就是中環的姜濤 小姐們一定要去碰碰他的場 西村右宏的爸爸 西村宏美佬先生 在1976年由日本飛來香港摘根 是屬於最首批來香港發展的日本和食料理師傅 希望能夠令更多的香港人可以認識更多關於日本的和食文化 對香港的日本料理界是有很大貢獻的 而西村右宏的媽媽當時也是負責在餐廳做接待員的工作 可以說是屬於家庭式的暖心料理店 西村宏美佬先生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香港 是以香港為家 見證著香港的起起跌跌 他的兒子也是現在的主持 在1994年8月6日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受教育 完全融入香港的文化和社會 所以他都能夠說到一口流利的廣東話 西村宏美佬先生離世後 西村右宏整理為物的時候 發現了爸爸留下的料理秘方 想起爸爸這麼多年來 對在香港推廣日本飲食文化的那種堅持 和對香港的熱愛 他就產生了一個堅定的意念 決定要帶著爸爸傳授的廚藝 加上自己的想法和創業 秉承日本人的傳統 在香港繼續傳承下去 讓大家更深入認識西村家族的料理精髓 那晚西村右宏和我們分享了 他父親留給他的一句格言 這句格言無論放在任何行業 都是非常受用的 這句格言就是 忘記去追求怎樣成為世界第一 應該全心全意成為客人心中的唯一前菜 當晚的前菜是胡麻豆腐 大阪府的胡麻豆腐 雖然看起來只是簡簡單單的一片豆腐 但是味道質感是細膩而豐富的 和其他普通的豆腐是很大的分別 原來這個是師傅每天上班的時候都會用手磨 用手磨芝麻一粒鐘 令到芝麻在鹽磨的過程產生芝麻的油香 我好奇地問 為何不用攪換機去做這個工序 師傅說是不可以用攪換機去代替的 因為額磨和剪碎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這亦是源於內糧和和歌山最傳統的香土料理 我也有試過試試去磨一下 真是能夠感受到這個小事的工序 一點都不簡單 單單是這份誠意已經令我非常欣賞 這位中環僵徒 這道菜所配的是新色縣族酒純米大油藥 潮酒師解釋說作為第一道菜的配酒 最重要的就是有喚醒味蕾的功能 所以就選了這個有氣泡感的族酒 不單止可以達到喚醒味蕾的目的 而且族酒是有很濃郁的米鐵味 亦都能夠完全配合到芝麻豆腐 和他融合一齊 色彩本身味道就有被強化的感覺 這位調酒師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 你只是看他的名字已經很特別 他是姓門的 門上開的門 我相信不是很多人有這個姓蝕 傾談之後 原來他是滿洲人的後裔 這間店真的充滿了很多精彩 又不一樣的故事 還有一點也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當你去到這間店鋪的門口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感受到現代日本料理的最大特點 這個特點就是雅 優雅的雅 師父對擺盤也有強烈的執著 你正在吃的時候 我們對眼也在享用料理 他所挑選的杯、碗、盤 都是特別精緻、美麗 完全符合當下的季節 其實日本料理的器具和烹飪的形式裏面 很多都是在中國的唐朝、宋朝和元朝那裏學過去的 可惜的是其中大半在中國本土都已經失存 不過幸好在日本仍然能夠發揚光大 到了現在你可能都會想知道 究竟這間日本料理在哪裏 這間日本料理的名字叫做 Yang Kamasu 位於中環國倫街48號Focal15樓 整間料理只有10個座位 現在是專注做晚餐 沒有做午餐 如果你有興趣去試一試 可以先打電話去訂位 電話號碼是2703-6388 或者可以WhatsApp給他們訂台 這個號碼相當之易記 9707-9707 詳細的訂座資料在下面說明 Description的欄目那裏已經是寫了出來的 這個是智雲的推介 大家一定要試一試 你必然在享用這個晚餐的時候 都能夠感受到這位中環僵徒 年輕的廚師 西村幼宏的那份熱誠 神經病 發神經 你瘋的 當人不明白 不了解的時候 就會說一些話 曾經有一個中學同學 我剛給完賽 拿了獎 他就說 我哥哥說你贏是因為老師同情你 你唱得不好聽 阿帝平 阿帝平坐在這裏 我叫阿平 你怎麽加多個字 我很生氣 登口人當然是寄登口碗的 其實我第一次 當我知道自己患了情緒病 失了方向 很迷惘 而且開始有自殺傾向 我第一次坐牢 有一次在街上 和一個姊妹逛逛逛逛 就被警察截住查 搜到她的身份 又包白粉 好像心口乖的勇字 好 我幫你承認 就判了我去坐牢 第一次的創業經歷 我在善導會成功申請了一個創業基金 就用了裏面的資金去做一些租工作室的費用 現在的我 我怎麽形容我自己呢 一朵的太陽花 透過善導會的社工們 給我一種啟迪 善導會都透過不同的方法 去幫助我認識自己 例如一些音樂治療 藝術治療 以及一些戲劇治療 感恩和火鳳王來形容自己 吸毒導致就要爭拐掌 助行 直到我很感恩 我認識到善導會 有一次善導會就搞一個剪法班 就幫我們的老友記剪法 甚至有些外面的街坊 我也會幫他們剪 我吃白粉都下 吸毒的時候是迷失了 來到善導會就找回我自己 我在善導會十幾年裏 是我一生人最開心的日子 善導會對我來說 就好像一個燈塔一樣 我就好像在大海裏面的一個船 自己在航行 善導會又提供很多不同的課程 有很多不同的專業人士 分享他們的經驗 讓我在一個零經驗的情況下 都知道應該要怎樣做 不會這樣迷惘地起步 我的詞語就是自在共用 今天我們都有限制 其實我經常都說 每一個人都有限制 怎樣在這個限制的裏面 去包容到別人 建立一個美麗的社會 有人跟你一起同行 是很重要的 善導會都會不停去更新 我的狀況 不是說 完了計劃就沒有了一件事了 善導會給了機會 經過我們的身分轉化 從而出來 天天幫助我們的同路人 真是很感謝善導會